你好 欢迎收看9月3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因应驯览弱台风清台华联县消防局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 县长徐正卫与县府局处首长相关单位主管共同研商 县长表示各局处都已经预先部署 因持续监控台风动态加强宣导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保障民众的生命财猜安全 根据中央驯览局最新资料显示 目前虽然预落台风在过期上个小时强度稍增强且暴风圈略为扩大 中心目前在尔兰比东北方东方海面向北转北北西移动 其暴风圈正逐渐进入台湾东半部近海 对宜兰 新北以及基隆将构成威胁 预计台风暴风圈未来仍有扩大的趋势 前来徐正表示 2号花林线已经开设二级灾害应变中心 虽然目前台风对花莲尚未造成影响 但因为花莲地是狭场 也请各局处提早部署防台措施 并随时依据中央计算局提供的资料 密切观察风势预计量 全力做好栽防准备 我们还是要延防厂浪的部分 所以在海边的部分 请我们各乡镇工作 有面临这个海岸的部分 一定要这个呼吁还有海巡的部分 海巡的部分一定要提醒 请勿到这个海边去关浪 吸水 这是一件的 刚才那个巡洞委员局部长说 这个如果这个海边关浪吸水 这个领过也是会开发的 那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为造成我们九到十一级的抢工的部分 那对于我们 昨天已经请各项的公署 务必对于我们的广告 还有招牌 影响的部分 一定要注意 现在巡洞表示 因沿海区域 适逢大潮 携请海巡署 加强沿海安全宣导措施 会民众避免前往光浪 确保民众安全 在公共安全以及道路方面 写请各项正事工所注意路面的安全 确保排水沟 雨水下水道创通 现场区中也在日呼吁民众做好居家防灯准备 在台风期间应该尽量避免坏出 记得将一块收不到